嗨 大家好 今天我们做牛肉炒蛋 炒蛋是非常快非常简单的 但加了牛肉呢 就会费些功夫 首先我们牛肉调味 适量的盐 少许糖 撒些红酒或者料酒 想牛肉嫩 必须放些泡打粉 我这里差不多二三两的牛肉 放一颗黄豆大小的泡打粉 就够了 想颜色炒出来红一点 就放几滴老抽 一两点很均匀 牛肉如果新鲜的 切好后很干 你就可以放一些水 让它胀一胀 否则这样抓捏后 就直接放一点淀粉 每天匆匆忙忙上班赶时间 要做这道菜 你就可以把这个步骤隔夜做好 提前做了 牛肉拌明后待用 鸡蛋也同样先调味 適量的盐 给一点糖 割一点白胡椒 或者你可以叠一点料酒 打散 打开后呢 加一些水 一般我一个鸡蛋会加一勺的水 这样蛋会比较不会结块 口感又糯 然后我们开火 加平时炒蛋用的油量 油热牛肉先下 牛肉尽量一片一片打开 不要让它卷在一起 不要让它卷在一起 牛肉变白后 鸡蛋立刻下 不用急 慢慢再动它 稍微定型后 我们再翻 慢慢翻 一怀怀它就定型了 大家看上去还是湿湿的 像勾了芡似的 其实就是多加了水的缘故 最后趁它滚滚烫 撒一点青葱 让它哈出一点香气来 然后就可以装盘了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对 因为不短用 似乎划